本集節目由 乾爹去哪兒 贊助播出 下一集再沒有贊助 一定都是凌晨的錯 關我什麼事啦 好啦 都是我的錯 臉的問題 我也沒有這樣說 大家好 我是總經人 哦 你超習 什麼 凌晨第一句話是大家好 你超習他 不然我要怎麼做 這不是很普通嗎 他用你就不能用啊 不然你就超習 好吧 那 How's it going bro My name is Jojo 零零重 今天要來跟各位聊聊一件 好像有點重要又有點不重要 好像很簡單又好像很複雜 大家三不五時就會在網上炒成一鍋粥的 抄襲事件 從以前我們就有聽說過 某創作者的作品被爆和另外一個作者的作品 驚人相似 像是插畫裡的人物形象和筆書風格很像啦 或是故事的情節有重合之類的 然後讀者和觀眾就會跳出來罵 哦 這是抄襲 不要臉 聽到這樣的指控 有些當事人會解釋說 沒有抄襲啊 純屬巧合 我們承認有某部分借見了某某某的作品 再或者乾脆說 致敬啊 致敬你們懂啊 且不論實情到底怎樣 每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不管是原來的粉絲也好 還是路過的路人也好 大家都憤怒的群起而公知 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因為抄襲是一種很討厭 人人喊打的無恥行為啊 抄襲的人等於是竊取別人的勞動成果 是小偷欸 如果放任他們這種人 以後要我怎麼教小XX 以後要怎麼鼓勵原創啊 抄得那麼輕鬆又不用付出代價的話 乾脆以後大家要做什麼 都東抄抄西抄抄就好了啊 可是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聽這些被指責的人 也會用模仿致敬或借鑒來為自己辯護 由此可見 有時候像不一定代表是抄襲 不過抄襲是最難聽 也最容易被譴責的一個詞 這裡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所以說你知道抄襲 到底該怎麼被定義嗎 到底什麼情況叫做抄襲 又什麼情況是模仿或致敬呢 也是抄襲有一種通俗的說法 叫做複製貼上 當然事實上也不完全是複製貼上 通常有做一些更動啦 正因為有做更動 所以判斷他到底是不是抄襲 變得有點困難 先從大眾比較好理解的 故事情結這方面來說好了 我們知道蜘蛛人的原助理 男主角被蜘蛛咬了之後 就獲得了超能力 如果有個無名小豬也寫了一個故事 是說一個女人被蜘蛛咬了之後 變成超能力者 因為設定的相似度太高了 只是性格被換掉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 後者抄襲的前者 可是這裡有個小問題喔 蜘蛛人既然這麼有名 無名小豬發表故事的時候 會以為讀者不知道蜘蛛人的存在嗎 當然不可能嘛 除非他是個笨蛋 所以他是在知道讀者們 認識蜘蛛人這個原著的前提下 寫下了新的故事 他是吃飽了沒事幹故意要討罵嗎 還是說他其實是有意要告訴各位 本故事是從蜘蛛人獲得啟發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例子裡 他是借鑒或致敬的可能性很高 我們接著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前陣子上映了一部很奇妙的電影 叫做《格雷的五十道黑影》 幹嘛啦我沒有念錯 真的是這個名字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他是在惡搞某不知名的愛情小說改編電影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你知道嗎所謂的惡搞就是指用嘲弄、調侃 或是顛覆性的方式去致敬 雖然你不一定會欣賞惡搞 但是通常你也不會把它和抄襲混為一談 因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作者就是故意要照搬原著的樣子 進而喚起你對某部作品的記憶 但是由於這種高度複製的刻意性和無惡意性 惡搞才會好笑嘛 比較經典的例子 還有同團隊以前拍攝過的《金聲尖笑》系列 聽到這裡可能有人想問 哦?原來只要抄得很過癮 抄得對象知名度夠高的話 就算是致敬嗎? 呃...也不是這樣說啦 有時候它對原著的改動很大 改到你看不出原著 可能只有它用到的框架 比如我們剛才講到的蜘蛛人 把它改成一個人在深山裡遇到黑熊奇蹟後 變成了黑熊人的超級英雄漫畫 除了設定上差異有點大 故事展開也截然不同 但是因為以前 人類遭受意外而獲得超能力 這個設定、創意已經有人用過 那時候判斷作品價值的標準 不在於它用了什麼設定 而在於作者的畫技、分鏡和編劇能力等等 更需要耗費心神的地方 因為決定作品好不好看的關鍵 要靠它自己努力啊 所以我們不會說它有抄襲 頂多說它有模仿 一般而言我們又稱原創性非常高的模仿 叫做借鑒 有時候大家會用世界上沒有100%的原創 來會抄襲辯護 哲學哲學基蛋糕的老闆朱佳安 用愛心符號的例子 簡單的說越普遍畫的點子 越可以放心使用而不附上出處 我們都會用愛心來代表心臟愛情 而事實上或許只有很少人知道這個符號是誰發明的 但是這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人會誤以為那是你發明的 因此就算你使用愛心符號時沒有附上出處 也不會有偷取Credit的問題 那進一步套用到我們講的蜘蛛文這個例子好了 當年第一個畫出超級英雄漫畫的人是原創 第二個和第三個畫出超級英雄漫畫的人可能被罵抄襲 但隨著畫超級英雄漫畫的人越來越多 這種漫畫演變成一種類型 結果大家也就越來越不覺得這是超級啦 這樣說你有沒有比較好懂呢? 我個人是超級懂 總結來說判定一個創作是否是超級 可以依據三個方面 第一 創意的普及率 當創作的普及率知名度不夠高時 作者敘意不讓讀者知道創意來源的可能性很大 容易被認定為超級 第二 創作者的心態 超級的人不希望觀眾知道原作的存在 預期觀眾把自己當成創意來源 至近的人則相反 他們希望觀眾知道創意來源於別處 以此豐富創作本身的趣味 第三 創意的核心是否展現原創性 該創作的部分可能複製了其他來源的創意 但作者原創的部分若更能體現其價值 歸類為模仿比較恰當 聰明的你一定也發現 這三者之間的界線很模糊容易起爭議 到底模仿和複製成分要多到什麼程度 才會變成抄襲呢? 原創性高不高要怎麼去衡量? 我們又要如何判斷哪種作品算是知名度高呢? 羅美歐與茱莉也算 哈利波特算 魔戒也算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算不算 她票房很高欸 她票房很高可是我沒有看喔 不管 我認為哈利波特根本不有名 所有關於小朋友跑到魔法世界裡去上學的故事 全部都抄襲啦 那是戒 戒 你不是抄襲嗎? 抄襲就抄襲 還敢腳鞭 你猜抄襲 你全家都抄襲 這不是重點 回到正題啦 當然不是說我們今天撇趴講一下 大家就會口徑一次突然就沒有任何爭議啦 請明白 模仿 致敬 抄襲三者的定義 本來就像光譜一樣 彼此一定有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交集 每次爭議發生的時候 各路專家 鍵盤大俠聚起來 積極加大討論 如果真的確定是抄襲 我們希望司法能還一個公道 不然原創作者的權益就被隨意踵踏了啦 像最近國際局網站的視覺抄襲電影 動物方程式 這件事被迪士尼親自證實 民眾紛紛罵無恥 丟臉 真是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結果官方雖然灰頭鎖臉地答應撤回作品 可是既不承認支持抄襲也不願意道歉 不明讓很多人擔心 在這樣的國家裡 創作者的權益的保障到底在哪裡呢 但是另一方面 保護創作者的權益不然重要 我們也不該一棒子打死所有創作 把抄襲罪名隨便關下去 看到黑影就開槍 這種做法可能會扼殺創意 例如剛才提到過的 格雷的五十道黑影 他的致敬對象是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其實這部作品原本是目光之神系列的二次創作小說 這裡的二次創作就是像原作致敬的一種方式 很多創作者就是從不斷的模仿中走出自己的風格 不僅一文創作是這樣 其他領域也是這樣 日本第一大電器廠商松下電器的早川帽表示 日本的技術能力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 主要是靠從先進國家學習 先是百分百的模仿 再從徹底的模仿中求進步 法國一些餐廳的主廚也常常在餐廳中加入其他民廚的菜色 著名這道菜是致敬摩摩摩過去名正廚藝界的傑作 尊重創意的國家 李韻樂樂大師帶頭發表 源源不絕的創意 後面儘管有無數抄襲模仿 有時候這種風氣反而會帶來一股新的熱潮 乃是新的流派風格的形成 因為真正的原作真正的大師是不怕被模仿的 怕的是創意的枯竭 法文一直被模仿 從未被超越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說到之後 你是不是稍微對模仿有所改觀了呢? 以後大家在遇到抄襲爭議時 模仿靜下來思考和辨別 搞不好他沒有嚴重到抄襲 只是致敬或模仿啊 這時候大家可以樂觀其成 因為這說不定是一個新風潮的開始 當然說回來啦 無目初出的抄襲還是好壞壞 不該被鼓勵喔 今天的零零啞啞就多管結束到這邊喔 我是永新人 我們下集見 喔你抄襲 你這集講話是不是比較溫柔一點啊? 嘴巴被攪電器刮得好痛啊 講話都講不清楚了 真的假的 你不是還要開刀嗎? 這樣你下集OK嗎? 唉 我覺得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可能要找代班主持 代班主持 那你新中文人選吧 我想想看 這是上一集的廣告啦 喔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再想一次 好 再想喔 我的天啊 我才哭過一次 我想的好像都不太行 我想的好像都不太行 不然你想一個 你覺得最適合的主持人好了 嗯 你是不是只有想到你自己